Alright 各位同學 歡迎回到Snow先生 今天呢 帶給大家一集 Special Episode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TWSB 跟Snow先生我們合出了一個聯名款 那今天呢 我們會以三種不同角色 去測試這同一張板子滑起來 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叔叔我是以一個滑雪教練 滑雪人的身分 用比較滑雪的方式來測試這個板子 然後Nio你是什麼樣的 滑雪間衝浪 那今天我們很有榮幸 我們好不容易這個頻道有女生來 好 如燕 如燕 你是以什麼樣的角色 滑板 長板 滑板 長板 如燕很猛 他其實一般是玩 Down Hill Longboard 那種穿皮衣啊 戴個摩托車安全帽衝下坡的 但我們今天真的就是很希望讓大家看到 除了男生們滑起來 那如果女生來滑的話 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所以 事不宜遲馬上今天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TWSB 呈Waterborne Snow Sensei Version Let's go Let it use you When you feel the fire And you know it's right Pure desire Just hold on tight Get up, down, move around Get down on the ground Get high and touch the sky You know the reasons why Just dance Come on just dance Just dance Just dance Come on just dance When the heat gets too hard to handle And you know you're about to get it And you can reach much higher now You better believe it You can look at the clouds fly by Come on and let yourself enjoy The light And fly A littl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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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ime to let go Good executing And there's smooth I know You can watch more Oh Youruted EVER This vide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后轮它不会开起来 所以你可以很贴屏的贴屏在地面上做一个滑行 而且压低之后后轮不会开起来 相对你的板头就不会插下去 所以我觉得今天让我在滑行的时候非常惊艳 虽然呢在入流的时候以这个设置我觉得很累 可是今天后来来玩这个挖光的时候 我是觉得非常的舒服 包括它的up cam 施压-压 甚至在做减震的时候 它可能因为有两颗 所以下去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舒服的 对 它冲浪也是可以做一个推荐的 那如烟呢 我的话是之前因为不是在玩冲浪滑板的 所以就是第一次溜这个 其实我也是适应了一下子 因为毕竟它的灵敏度会比较高 然后它的就是摆动的幅度也比较大 就跟我就是以往在玩的像当heel板 或者是一般的长板 就是那个轮架是不太一样的 那其实入流的时候习惯了那些 就是它这个轮架的灵敏度啊 那些就是回馈回弹的感觉 然后加上身体的摆动 就会滑起来蛮舒服的 我看你后来入流也都不用下来催了 就是基本上可以持续的滑 然后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玩 就是公园跟地形的部分 硬被我们推着上架 对 就其实习惯之后 习惯它的就是回馈性 跟它这个摆动的幅度 其实就会觉得蛮舒服的 好 其实呢 叔叔也是第一次 我以前在skateboard cam工作什么的 我都是在旁边看 帮忙照顾那些的 我没有自己下 因为真的很恐怖 Neo呢这一次呢 帮我们调整到了半夜一点 然后调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软硬值 然后我今天拿来试这个场地 这个网工 其实是非常非常舒服 滑起来就是很黏 虽然地板很滑 但是板本身很黏 我可以做到完完全全 跟滑雪非常像的pumping的动作 往下pump 往上pump 它都可以咬得住 然后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同 我发现就是 就是当你调整比较硬的时候 你滑行起来的那个1 2 3 4 我们常常讲这滑雪 在做short turn carving 那个摇板的1 2 3 4 的感觉真的跟滑雪很像 就是调硬的时候 然后调软的时候呢 却又有另外一种感觉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在春天 有没有滑那种 那种手抛 湿雪 湿热冰 湿热冰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那种 因为有很多的pumping 很多的咬地 所以我认为这张板子 其实还有更多 值得我们去探索 不同的调整 到底前面软 后面硬 前面硬 后软 或两边都软 两边都硬 都调中间 各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我们之后一定会再拍一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做更多不同种的调整 configuration以后 滑雪出来的感觉 OK 但是总结 对我一个滑雪人来说 这张板子真的是 非常非常适合 目前我试过 所有的冲浪滑板里面 包括我试玩过的 一些长板和技术板 它是目前让我觉得 最接近滑雪感受的 所以如果你滑雪的同学 想要找一张surfskate 然后去替代一下 你的夏天的滑不到雪 的那种体感的时候 这个会是非常的推 那大家记得 TLSV Snow Sensei Version 我们独家代理 那这个影片推出去的 这两周我们还是会保持 原本的价钱 那之后会有稍微一个调涨 因为实在进来的成本 是比较高的 每一张来都是人工组装的 也许你会拿到 组厨人工装 我们希望把这样子 一个很棒的产品 多推给各位 好不好 所以敬请期待 我们之后还会继续推出的 TWSV Snow Sensei 我可以帮你